各位朋友,大家好,好久没有更新节目了,一则因为节目是小众化的,看的人不多,二则,节目制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,费时费力,但我会继续做下去的。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,下架通知喊,各经销单位由我司发行的下列图书兼副表,因印制问题,现通知全部下架召回,请各大网站、新华书店、民营经销商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下架,并且安排退货事宜。 时间是2023年10月16日,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崇祯秦政的王国军,网上流传的发行词书的读课文化,是16日发出的通知,理由是因印制问题。 这里面提到的崇祯皇帝,被指一生操劳,日一继夜的批约奏章,故有勤政之名。 1644年,李自成攻破北京,众叛亲离的崇祯,在北京眉山,一颗歪脖子槐树上,自意而亡。 趁到一杯,上吊这种死法,还有几分文雅,尽码少些血血。 下来了! 这本书的作者是名识大家陈武同,这也是作者去世后首部再版作品。 该书介绍指出,作者从财政,党争,军事,用人等角度,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是如何昏招迭出,走上王国之路。 翻开本书,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。 介绍还说,崇祯皇帝虽有忠心之志,但志大才疏,缺乏治国能力。 他刚愎自用,而又多疑善变,急功尽力,而又优柔寡断。 他极为虚荣,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,缺乏担当精神。 记得今年的1月5号,网上有一本风情不摇晃的言情小说,作者是出和戳,当然写的不是真事,而是虚构的一个内容,但是遭到了一些人,说是三观不正啊,诸如此类的。 那到今年的今天,这是今年公开背禁的第二部书了。 至于崇祯秦政的王国军,这部书为什么会被勒令下架? 网友留言都比较隐晦,有的说,封面有些文字不合理,印刷问题,有些人害怕,心虚。 有的回应,前两天大家还在夸这个封面呢,我怀疑你在钓鱼,越说越像,被举报了,等。 还有的网友认为,此书涉嫌止丧骂怀,借骨奉金,有的说认领了,人家要对号入座。 有的网友回应,能对号入座,还不能说,毫无自知之明。 那么这本书的封面宣传,主要有哪些内容呢? 大家看这个封面,上面有 昏招连连,步步错,越是勤政,越亡国。 母求复国,但敛财自用,做事均费亏空。 意图强兵,但家派三想,致使民不聊生。 欲凭党争,但偏听偏信,加深群臣矛盾。 谨慎用人,但多疑善辩,终冤杀原重患。 重征,秦政的王国军,其实就是重征往事,明帝国的最后图景的再版。 这就是重征往事,明帝国的最后图景,2016年第一次出版的封面,是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。 大家看这个封面比较简洁,而再版的这本书,就有了《华众取宠》的嫌疑。 通知发出后,目前大陆各大网上售书点,这本书都已经搜不到。 据网上残存的这本书的介绍,大家看这里面由它的目录,大概是分为十个章节。 我们打开重征往事的目录,看一下。 它的目录第一章是《临维寿命记大统》,第二章《不动声色除烟挡》,那跟这个网页上介绍的这个目录,出来最终的页数稍微有差异之外。 你看是一样的,这个新出版的秦政的王国军,这个内容上和重征往事应该是一模一样的。 鉴于这个《重征秦政的王国军》出版不久,其电子版流行应该还不太多。 自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,大家都在找寻《重征秦政的王国军》这本书,其实它完全可以用重征往事来代替。 幸好我搜了一下《重征往事》这本书,网上还有,这就是数字化图书作为一个档案记录的功劳所在吧。 《重征往事》这部书的最后,它对《重征的一生》进行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。 《重征》即明思宗,它说,事实十分清楚,重征虽有忠心之志,力图乱狂乱于祭祷,但志大才疏,缺乏深远的目光,开阔的视野,高度的智慧,坚强的义气,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治国能力。 它的治国理政,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,只能头痛一头,脚痛一脚,左右摇摆,局棋不定。 它刚愎自用,而又多疑善变,急功近利,而又优柔寡断。 虚荣心强,而又缺乏担当精神,专横惨暴,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。 往往导致其对军国大事决策的事物,挫折失当,它目光短浅,它不变中间,直凭个人好恶,取舍人才,屡主职臣,滥杀良将,重用坚定之臣与宦官,使得局势越搞越糟。 它极为虚荣,只顾自己的颜面和尊严,缺乏担当精神,患得患失。 屡屡错失,延缓败亡的时机,所有这些重大的决策事物,挫折失当,最终酿成了历史的悲剧,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。 由此可见,重征秦政的王国君与重征往事是同一本书,只是封面稍作不同。 在版时改动了书名,封面也很招人,结果就比较敏感了,引起宣传官员的注意。 重征往事这本书,网上是可以找到的,对这本书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。 我是找到了电子版,如果你找起来比较麻烦的话,可以在我的频道下面留的这个邮箱里面,向我索取这本书。 好,谢谢大家的观看收听,再见。 再见